我們現在要帶各位把一個常用的網站 你在瀏覽器看了之後 你可以加個捷徑到你的桌面上 那我建議各位可以用Chrome瀏覽器 不管是Apple的或者是Android的 當然如果你的Apple還沒有下載Chrome 你也可以用它另外一個瀏覽器叫Safari 有點像指南針的那種圖示 你可以找一下 好那我先用這個做示範Chrome瀏覽器 啟動了之後呢 在網址這個地方就打入我的名字叫王隱聰 然後呢 等於說按Enter下去搜尋 搜尋到之後呢 從上面看來這個什麼Google帳戶的 先不管它至少到這裡來 王隱聰的社大學習 點一下 就是這個網站 然後這個網站當中呢 我們這堂課 因為這邊是 我有好幾門課的錄影都綜合在一起 我建議各位可以做個篩選一下 這上面有個箭頭 點一下 然後選我們這個是手機平板智慧應用 好手機平板智慧應用 各位可以選這個 選到了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上個禮拜的上課已經放在這了 3月5號 今天是3月12號 所以到時候今天的上課的錄影到時候會放在這個地方 所以比如說你要看上次的 你以後點這個地方進去就好了 就可以看到上一次的影音檔 還有其實不是只有一個喔 這個影音檔就相當於這裡的第一個點進去也是影音檔 然後還有第二個教學 第三個教學 第四個教學 第五個第六個 這是上週所教的東西 好那剛才呢 這畫面有時候開始變模糊 好我們停在這個 手機平板智慧應用這個地方 如果各位想把這個 以後我一開 我一點了一個圖 他就把我開在這個地方 我就可以看到這學期的上課的 每一個連結的影音檔 如果你想這樣子的話 請停在這 然後來右上角有三個點點 然後選這裡有一個加到主畫面 好我按這個的話 然後你的主畫面的文字是這樣子 要不要 好新增 然後他這邊可以等於說 這是可以把你的這個小圖示 拉到你要的地方 好那沒關係 我就先自動新增 自動新增好了 到哪裡去了 來我們看一下 在這裡有沒有看到 往影衝等 所以以後 如果你在你的手機上 想看我的課程 你只要現在有這樣的小圖示了 你只要點一下 打開 就是現在露營的路徑 可以嗎 好 我再講一次 你就說 我說 在瀏覽器 就是那個Chrome瀏覽器 對不起 這個投影 我們會模糊一點點 大家忍耐一下 這個Chrome瀏覽器 點起來 你可以在上面 打你喜歡看的網址 王影衝好了 然後點進去 然後 找到的第一個連結 王影衝的設大學習 這個 我的錄影檔都放在這 點進去 然後找到這裡 那因為我們這門課 主要的錄影檔在 下拉 找到手機平板智慧應用 找到這個 好就在這裡停下來 然後開始按右上角的三個點點 加到主畫面 然後 它後面幾個動作 就是你就說新增 新增 到時候你的主畫面 也就是你在這個畫面 你就可以看到了 看到一個了 那如果 你加了兩個 加了三個怎麼辦 沒關係 你按摺一下 把它移除 這個叫做捷徑 快捷的路徑 捷徑 隨時要移掉也可以 隨時在做新增也可以 好嗎 來 現在請各位操作一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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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